俗话说,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死在沙滩上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骄傲与辉煌,也有那个时代的无奈与困惑,70、80、90年代都分别有哪些无奈与困惑呢? 70后的无奈,当我们出生的时候,奶粉买不到了,当我们长身体的时候,吃肉要靠票了,当我们需要信仰的时候,信仰崩溃了,当我们需要理想的时候,理想泯灭了,当我们需要精神独舞的时候,我们被物与世界包围了,当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,独立房没有了,当我们要上大学的时候,大学生贬值了,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,工作要靠自己找了,当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, 爱情也变成潜情,当我们生小孩的时候,小孩只能要一个了,当我们要孝敬老人的时候,我们上面有六个老人了,80后的无奈,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,读大学不要钱,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,读小学不要钱,当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,工作是分配的,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,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访论恶不死人的工作,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,房子是分配的,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,却发现房子已经 买不起了,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,傻瓜都在整天,当我们兴冲冲的闯进去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冲的傻瓜,当我们不到结婚年龄的时候,骑单车就能娶媳妇,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,没有洋房汽车,根本就娶不到媳妇,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,姑娘们是讲心的,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,姑娘们是讲金的,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,小学生也是能当领导的,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,大学生啊,也只能洗厕所了,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,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,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,谁都不许生多个的,90后的无奈,当我们出生的时候,奶粉你是有毒的,当我们长身体的时候,就只能吃垃圾食品了,当我们要上幼儿园的时候,开始乱收费了,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,毕业就是失业了,当我们想努力赚钱的时候,股市倒了, 当我们想努力谈恋爱的时候,帅哥造成这案子,当我们想追求一切流行的时候,又开始飞主流了,真是一代更比一代伤不起啊,有莫有,有莫有